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选择今天要鉴定的第一件 曾先生喜欢收藏 有个外号叫做蓝腰斩 这个卖家只要一报价 他绝对蓝腰斩 借借 2008年我到朋友家里做客 他就在柜里拿了一件东西给我看 我一看的工蛮好 很少见 我就问他要多少钱 他开价要15万 最后呢 谈了谈了谈了8万 我就马上来了 但是蓝腰斩 名字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刚好上次是明镜的 我就现在拿给专杂 给我鉴定一下 我觉得这个蓝腰斩先生的东西 像个工艺品 加上明镜的东西 怎么是这样子的呢 绝对是假的 我觉得是真的 是宝物 这是空心的 这是拿来干嘛的 我感觉就像那个西阳的那个灯台 而且很老很旧 好像一个老爷爷那样子 老爷爷竹台 谢谢 我看这个呢 大概在一天年以前 放了船头 打仗是这样那种放剑插剑用的 拿着这个第一 只有老天爷知道 希望我们的专家能够解开这个谜团 好吧 这个东西的学名呢 叫陶湖 是铜的 年代呢 是元代 史记上面的记载 就从西州开始 一直到春秋战国这段时间 这个贵族在一起的话 宴饮 就是喝酒 之前必须要练射剑 这个男子要是射不准的话 是被人耻辱的 有些人确实不会 怎么办啊 就发明了一种壶 就类似的叫头壶 就把那个剑有多数步远往里边扔 投不进去的伐酒 这个明代明论画了一个宣众形的图 一个长卷里边 有一段他就具体的描绘了怎么头壶呢 这是皇帝宫里边还剩下了一个游戏 一般的头壶没有这种去柱的纹色 所以有这种纹色呢 比一般的头壶在铸造上要精密得多 这个头壶我们数了一下 不同的画纹有十个层次 多层次的装饰在元代流行 你买的是八万块钱 目前这个的市场价位应该是你买的那个价位的三到四倍 我们接下来来看是哪件藏品即将登场 这首作的话是我18岁成年的时候 我户被送给我的 成年礼的礼 对 成年礼 当时都说是60万买回来的 你好像眼神中与其老刘六十钟 好像不过如此的感觉 觉得十八岁成年礼的送个镯子 我好像现在戴着又怕摔 然后就放在家里搁着也没什么用 还不如说那种车 然后送个房子这么的也比较好一点吧 据说你真的有一位朋友愿意拿他的一辆小跑车来换你这堆镯子 对 刘远希你知道这个镯子是什么材质的吗 当时我父辈跟我说的话是一个辽金马脑镯子 说是当时宋代时期 然后那些皇帝在新婚那边打仗 然后流传下来的 据说是以前的话是专门给一个皇室的少女 然后出价钱佩戴的 专家一鉴定了以后 你不会拿他就换房子和车子吧 那可不行 现在房价长那么厉害 得过几年才换吧 我觉得这个爪子是真的因为感觉看起来那个石头非常的润 我看到我也很喜欢如果我的父辈送给我的话 我就不舍得把它拿出来拍卖了 他也没打算拍卖 他就想换房子和车子 很完美 但是完美都看不出一点点鞋子 往往这么完美的东西都举解为多 谢谢啊 没有完美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罕见 价值它比翡翠我认为还要高 谢谢 非常感谢 换一辆小跑车怎么样 现在是18岁 到了你做喇喇的那时候了 这个车子肯定不只是10辆车的价格 我觉得 我们来看一看 你这对辽金的玛瑙轴子 不看真的有68%的藏有 这也不可能吧 他们当时说那么真切 而且现在就变成70了 这是一对玛瑙的 马蹄形开口手镯 实践呢 是辽带的 真品 这个玛瑙的品种呢 是玛瑙里边比较好的品种 我们称之为叫冰糖玛瑙 这个玛瑙很透 没有杂质 没有其他的花色的颜色 加在其中 所以呢 这个玛瑙是比较罕见的 珍贵的 第二呢 它的造型 造型是马蹄形开口的包金手镯 传世看包将 这个东西的包将 不是现在 不是近代的 那也就说将近一千年前的 这个流传的包将 我们看它的经 这个经 我们说 说经 这个经 真是当世时期 少数民族利用天然的杀精 铸造 包摄的 而且呢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 对于这一路玛瑙玉相亲 仅情有独装 所以这几个方面看起来呢 这一堆东西 应该是生品 是完美的东西 如果刚才讲 一辆袍车和你换 袍车呢 这个价格慢慢会跌 这个价格 只会涨 不会跌 所以 你不换 是对的 谢谢 非常谢谢 有请下一位藏友 这是一个战国时期的 清平茶谷 香港藏友 从香港带回来的 我要用张大千的划车 换的 张大千的划车 价值是五六十万 看着你这东西 就想起来 河北出了一对 这种房 当然个头比它大 这个呢 从那个形状来讲呢 完全是仿造那个 中山国的那对胡作的 岭上 做得有点大 而这个胡的本身造型 也不太对 有点变形了 第二呢 再看这铜呢 长出了这袖的 这个感觉 不是古代的 青铜的背方 再有一个呢 我们看它这个 饼上的也不对 饼有点套下了 应该在这个 所以说您这点东西呢 应该是仿 战国时期的青铜仿 假定你这个张大千是真的 那是亏的一套胡 亏的很厉害 如果你张大千是假的 假的碰假的 好 一件漂亮的瓷器 麦小姐 介绍一下你的仓品 这件呢 是前农年代的一个青蛙赏瓶 然后呢 是我爸爸呢 是在1993年 去香港的时候买的 然后当时呢 总共是买了三件 还有两件呢 是雍正年间的一个青蛙网 还有一个是青蛙瓶 然后据当时呢 那个国王桑家说 这三件呢 都是光瑶瓷器来的 当时呢 我爸妈是用了大概 不到30万的一个总价 就买回来了 然后这一件呢 是大概8万块左右 看真的只有48% 我觉得是假的 太新了 是啊 太新了 太新了 好 这个是把我签得比较好 气形和那个青蛙的优先来看 我看还是看中 就三年八万块 只贴得上几十万了吧 我认为它是青蛙板桥的 炸集了大概一千万左右 哇 怎么样 赫山的藏友很淡定 我认为是假的 因为看起来它不像一个古董的样子 刚才啊 有很多人反对啊 这个赏瓶呢 它是清代乾隆的 青花缠制莲纹赏瓶 是官瑶的 谢谢老师 我们知道赏瓶的出现 是清代雍正时刻 一直到晚清 宣统 历朝 都有制作 用的是同一个规格尺寸 同一个模式的花纹 缠织莲纹 它警示我们的官员 要一品青莲 这个东西呢 所有这些绘画呢 都产生成运善效果 而且它青花很深沉 它不是漂浮在右上的 底非常的规整 是一种很圆的尼丘背 东西非常非常好 就是乾隆时期的标准器 这里我猜一个小故事啊 一年呢 就是俄毛大学 那么乾隆呢 带了一班臣子啊 那么品茶赏酒 当即饮食 就说一点一点又一点 一二三四五六点 然后下边呢 硬拼了一句 五六七八九十点 最后一句想不出来 脸长红了 怎么办呢 旁边的七小兰在 补了一句 他说呢 飞落卢化看不见 解了乾隆的军警 所以乾隆马上说 勇赏 赏什么呢 就是赏瓶 赏光瑶 赏这个赏瓶啊 就是赏瓶啊 所以说不准 假定这件东西 是当年乾隆赏 是给季晓兰的 那么你这个价钱还要高 2009年3月19号 纽约的加世德拍卖当中 有一件567号拍品 就是一个乾隆的青花赏瓶 当时拍了84万 如果加佣金就超过百万了 你这个价格和他呢 也相差不到多少 哇 好 我去了要偷偷地跟我爸爸说 我不要他帮我帮他加价 我就要这个赏瓶就行了 用一个取航行的紫砂服 跟腾给混回来的 什么料子呢 我不知道反正好看 那么这个东西啊 按名分来说 这路做法 贴红 贴红呢 如果说是扬州贴红 或者北京贴红 应该这种造型做法呢 是乾隆左右的东西 但是 它这个线条一看 不是刀 刀刻出来的 线条是磨压压出来的 你听啊 这个声音啊 这个线条是磨压的 这个红的就是狗血淋头了 哦 而且呢 包括这里给欠宝 那么这个也不正 所以只能玩玩 坐坐坐人也可以 放一张垫子在上面坐坐人 嘻嘻脚 是吧 好 这里是寻宝 走进色山 请选择 这是哪位大家的作品 观山越吧 哦 观山越 观山越是广东最著名的画家 是用一个那个官窑器啊 换了 哪个年代的 官窑 雍正的 雍正的官窑 还换了一个和田玉的佛像 哦 就是您拿了一件 雍正的官窑瓷器 换了一件和田玉器 还有 这幅画 我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对不对 可是那个和田玉 和田玉我就知道 您的和田玉有多重 有两公斤多 两公斤 那您说 这个画您不知道真假 那您那雍正官窑 雍正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他说拍了一百多万 就是你 就是应该画的那件雍正 后来拍了一百多万 对 可是我拿了那个和田玉 我就不用赔本了嘛 对不对 从笑声中可以感觉刘先生赚了不少 一百二十万的最便宜都八十万一公斤 两两公斤多 关山岳先生 现在作品的市场的行情您了解吗 两三百万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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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说肥不肥呀 哈哈哈 反正装是肯定装的 对不对 没有肥本的 因为关山岳一九八年来旅行社 我们接到过他 他画霉花不是这样的 嗯 没那么多 而且他的风格是干也不是这样的 应该做个衣服啊 觉得应该是真的 从这幅画的整体上构图来说呢 是做得非常好 从它最底下的那个树枝树头开始 它是非常的有用意的 不断的节节上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用意 真的 那万一是假的呢 假的没问题啊 反正我都是赚的了 对不对 心情很好对吧 冠山岳呢 它也是这个岭南的四大家之一 这个 而且是领头人物 梅画画的也很好 特别是画红梅 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画的梅画呢 像铁杆银树似的 这个红梅呢 画的也很鲜艳 这张画呢 画面本身呢 画的呢 有些地方画的还不错 但有些地方画的就比较糟粹 它不是画的非常精细 但树干是很粗 也很仓静 但是它有些用笔 它这样的一些出来的 一些很尖的 那些转着呢 是不应该有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很忌讳的这个画家 因为这就是太露 那再从这个他画的那个梅画来看 这个梅画呢 画的也比较太鲜艳了 所有的这个梅画都朝一个方向 不自然 朝着人看的这个面 所以比较降气 属于韩国那位 所以这件东西呢 这个是个防本 再有呢 这个籽啊 就是天津的防固籽 就是天津的防的 这竹头也是天津的 典型的天津造 当然幸亏啊 你是还换了一个和天月 是吧 我提醒你 和天月你也去介绍一下 你别太自信 认为是真的 你也要假的 你就溃大了 接下来看即将登场的 是一件怎样的藏瓶 父亲在一次出差的时候 寻回来的 花了几千块 您这个瓶子啊 叫藏草瓶 也叫甘露瓶 实际是藏传佛教里边 摆在佛旁边的一个棍戏 就这个瓶来讲呢 道型看着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从这个局部看 所有的部位呢 这个做工都比较的糙 还有一个呢 像这个香的这些 大的这个 应该这底下 这是香绿松石的 实际呢 这都是用树纸做的 包括上面都是用树纸做的 这个中间这一大块呢 是块白的英石 我们说啊 石英石 藏石是做玻璃的原料 它只不过一块大 中间漏掉了 所以裂纹很多 杂质也很多 所以这件是一种拼凑的 一件的衣服 摆着看着也挺漂亮 实际类似呢 就是一个工艺品 谢谢 这是我老公收藏的 他是用一块玉璧 跟一位藏友交换过来的 什么年代的呢 康熙 康熙 这个器型呢 叫个赏瓶样子 我们知道 只要是这种赏瓶的式样 都出现在雍正以后 康熙是还没有这种式样 所以说这个器型 首先可以说 它不是康熙的 另外这个绘画呢 是粉彩 这种粉彩绘画呢 在康熙晚期才出现 有时是局部使用 不是全部都用的 你这是全部都是粉彩的 那个也不符合时代 另外圈足下面的这个款式呢 也写的没有力量 康熙的款 写的是最有力的 总之来说 今天应该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工艺 拿预换呢 如果预好的话吃亏了 33年前 一万元买来的神秘藏品 它究竟出自何方 五千元买来的清乾隆佛像 它的背后也藏着怎样的秘密 悬念重重的正板桥说话 七十万元拍卖而来的青铜角 它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正板桥先生的四条瓶 我外公在台湾用一个那个名带的官窑青花瓷器换的 当时它那个青花瓷也在 贩卖行 1500万得来的 这个正板桥啊 是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了 是清代中期这个 扬州八卦之一 这个 它当然是 主要是画这个竹子 石头 跟兰花 它的石头呢 基本上呢 是用的是直线 然后呢 加上了横的春碟 那么字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六分半字 这个在历书里边呢 是剪了一点 加了一点这个楷书的 这个味道 写的呢 是有点大笑错落 这个离开相间 这些作品呢 从它的那个绘画的风格来看呢 还是勇学的 它的纸张默色 印尼 那么和正板桥应该是多方 尤其是画 我认为这个画呢 应该是画得很好 单幅的多 单幅的 它这个市场很少 四方一套的 现在大概要多少价值 你当时 1500万 我像这个 是可能 还得比这个高吧 难得 难得得到 不是难得糊涂 谢谢了 继续选择 这是什么 这么大 说实话 如果不是颜色不对 我会猜它是火腿 差不多吧 差不多 三十多年 以前 我附近下乡 去那个演出 和那个三童铺 看见这个物品 很高兴 就把它买下来了 花了多少钱呢 大概一万块吧 三十多年前的一万块 什么概念 那个时候官窑瓷器 也就几百块钱 但是主要是很喜欢 这是什么材质的 像骨头吧 谁的骨头啊 我就想看那个是 那个龙还是启伦 还是龙 您醒醒好吗 已经在录节目了 对 应该是骨头的 录画弯起来的 那是谁的骨头 应该是鲸鱼的 鲸鱼的骨头 对 看什么什么不像 怎么看来都不像真的 是传说中的神马 的骨头 比我们更有创意 传说中的神马 这是浮云 骨钓 骨钓 八张的骨骨 它的十万块钱左右 哎呦 价你都能骨出来 十万块钱 这还是小的 这究竟是什么动物的骨头 我是想知道 这个东西啊 前端呢 空的 后端呢 是破面的 是吧 对 那么这一弹上去啊 像干的皮货一样 骨头嘛 我们说 价格怎么样 剑 剑骨头 剑骨头 但是这么大的骨头 比较罕见的 至于上边的 雕刻 这个雕刻呢 我们看应该是 清代中期 或者中期片后期的 北方地区的刻工 它这个刻呢 是用针 在上面刻出来的 这个文字是用刻刀刻的 写满山中高丝雾 月明零下米零来 这是西乡纪里边的菌 你这个骨 彼此一般的骨 密度来得高 密度来得高 分量来得重 骨来得大 是野生巷 对 你现在的这个亚洲巷 没有那么大 对 讲不讲是剑骨头 其实也不剑了 也不剑了 所以 以稀为贵嘛 也其后可居 好好保险 好好保险 我们家那边 头到的 大概说三十万 三十万 三十万 那和奥运金牌 它可能收到你这个东西的指导 那个金像玉 那么你这个呢 是金像玉 秀玉 外边的是不是金呢 不是金 翻让你的一种金漆 是吧 这这这这路呢 所以是一个 伪劣的东西 或者说就是一个 骗人的东西 做贡出材质列 大概大概什么年代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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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奥运会 就在奥运会前后了 差不多 所以我说奥运金牌 收到你的启发 出来的 它为什么要包一层金呢 就因为里边的材质 特别差 里边的材料 也不适于 合成的 里边 也都是合成的东西 所以这路东西 以后 不要收藏 这路 所谓 金像玉 没有的是 全奖 这亏啊 亏了 亏了 三十万就学费了 大概 这多少钱 三百 接下来来看 哪件藏品 即将登场 今天在鹤山 这个华侨之乡 终于追到你了 今天喝了几两 绝对没喝 绝对没喝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的一帮粉丝 都非常支持你 非常喜欢你 谢谢 我这件东西呢 是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在那边呢 偶遇的一个朋友 他就看到我手上 戴了一个镯子 觉得挺好看的 在吃饭当中 聊起天来 就说要跟我换一件东西 换一件瓷器 就是说 我那个时候 对瓷器没什么概念 这是我收藏的 第一件瓷器 第一件 对对对 然后我就 听他说完就算了 然后就回国了 没想到过了一年多 他说来带回来了 带回来 然后拿过来给我换 然后就跟我说了 几个要点 这个明代是农庆年间的 因为农庆年 比较短暂的时候 在中国是比较少有的 一件藏品 那本来又是你的粉丝 所以我就 为了这个我就换了 这要是间谛是假的 我还有担责任 没有 没有 那倒也不是 那倒也不是 那个镯子 你当时换的那个镯子 价值是多少呢 价值应该是十几万吧 那个几年前的十几万 我看那个图案 很像日本那种 那个图案 对 可能是日本那里仿制的 它的气形美 它的彩绘的颜色 非常美 然后呢 葫芦瓶都是圆的 这是方的 非常少见 所以呢 我认为这件藏品是真的 这个四个早上来看呢 好像是叶贝房 对这个数据作何感想 没有 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不一样 我看你是在担心啊 你的翠镯子 换的值不值啊 刚才常有都提到了 就说可能是日本仿的 我们从胎柚和青花料 以及五彩的原料来看 应该是明代 明代的胎柚 特别是这种方的葫芦瓶呢 比较少见 当然这个时期呢 由道教升行 所以是皇宫里面 皇帝就喜欢 所以说大量的制作葫芦瓶 这种方的比较少 成型比较难 另外我们看这个底柚 这是龙庆时期最典型的 包括家境万里都有的 叫亮清幼 就是发青非常明亮 幼稚肥厚 所以它反映出了一种亮清色 另外这种的写款呢 只有龙庆时期 基本上都写大明龙庆年造 而不写质 龙庆的东西少是精 它的特别青花的绘画的颜色 回青加实青啊 兰中贩子 是这三朝当中啊 最优秀的 最漂亮的 谢谢老师 所以它的价格呢 比起这个家境和万里 价格要高 在八十年代 香港拍买这些东西 也就不过就十万左右 那么这些年来的增值啊 这个东西啊 应该已经增值两三倍了 好 接下来我们选择 下一件产品 您带来这是谁的作品啊 周易贵的 是紫禅的 周易贵啊 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了 他的画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所谓的色色模糊法 就是有很鲜艳的颜色啊 基本上不用轮口线来勾啊 直接把物相给表现出来 那么从这个风格 我们来衡量这张画呢 这个就有差距了 这个画法叫什么呢 这个画法叫工碧仲裁法 就工碧 这个勾了法 勾了以后再上色彩 无论是这个绝花也好 这个鸟也好 都是这样的画法 所以这件东西呢 应该是这个 一个反法 那什么设法呢 这个这个卷呢 它已经是很稀了 很操了 很散了 晚清甚至到民国出了 这个是我叔叔在一个收藏家的家里 看到这个犀牛角杯 就用35万的官窑桃池换回来的 现在这个价格 后面价格零 不得了 可能还不止 你这一件 尽管小 但是西角很好 是苏门大那戏 是亚洲戏里面最好的一种戏 要用价值最高的一种戏 这种戏已经都别种了 是所有西角里面最珍规的一种 第二呢 做工的精美 是名家做工 底下有个款 叫胡兴鹤 这个人呢 应该是明末清出 宫廷里边的名家 他是北京当地人 他这个浮雕的是韬铁纹 青铜器上的纹子 有一种皇家之气 做得非常精美 包法 可以说 在那个时期 天下无数 所以这件东西的话 小中间大 小气大样 很漂亮的一件青铜器 这件产品大有来头 这是哪个年代的 春秋战国那个时候 春秋战国的 99年到深圳那个保安 经一个香港的老渔民介绍 在那个香港叫做旧货市场 当时12万港元 一万块那个运费和那个介绍费 总共13万买回来 怎么打动您的呢 这件 94年开始中地雷 中了7个地雷 差不多10万了 当时我那些钱都是 家里基础上来买那个商品房的 哎呦喂 到今天还算了 拿来给那个专家健康家里 人还骂起来 那是 我要是您儿子 我也跟您急 我爱人说这个吃也吃不了 如果是雷 那都最重于是吧 您今天准备中雷的心理 准备有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九十八 是这样 你说百分之九十八的几率是中雷 那我愿意选择相信那百分之二 对对 他的门西 同寿 应该是真的 应该在八十万左右吧 我认为啊 这个东西呢 现在在地摊里面很多 可能是人家买了一个地雷吧 希望你不要做滚雷英雄 要做滚雷英雄 对对 这顶呢 它是夏生舟随时期最多的一个 它呢 一个呢 是作为实用器 还有一个 它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 天子九顶八轨 您这东西呢 造型跟那个春秋时期的 有出入 从这个铜的这个秀色看 里外 上下 都是一个颜色 就是杂铜注出来的 才形成这种秀色 而且这个秀呢 是用酸咬的 人为的做上了一些 真正的铜器的秀是 局部是一个绿 没有这个到处都是一样的颜色的 这种秀 基本上就是假秀 所以说呢 从这几点来看呢 这个顶呢 是一件房屏 您又中了这个 第雷了 第八个雷了 第八个雷了 这个在家里那个楼阁偶尔发现了 明朝圣的年间呢 那这很多钱 这个呢 青花的扁壶呢 气形非常大 而且是明代的式样 但我们就看 你这个气形边啊 有个结痕 是这样结的 那就说这是两片接起来的 那么我们知道 所有明代的这种扁壶 都是从中间分段接的 所以这个制作工艺就 不符合明代的方法 工艺还要插花吧 插花吧 插花 哇 好有气势的一副 银客松 掌声就请这位藏友 李晓峰先生 哇 这么大的曲弗 这个是 李熊财先生的一副山水画 是09年 在广州一个朋友家里面看到的 当时他说是在 拍卖会上 用100万拍卖得到 他画的是 李熊财先生最拿手的松树 我特别喜欢 前年他说要买房子 就把这个画呢 就以200万让给了我 后来有一个朋友说 他的画法就是和李熊财先生 画的有点不同 我心里就有点 不是很糟 我看的就是防瓶 看这个石头就不像 像潘天兽的画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这张画 因为李熊财呢 他曾经在89年的时候 来过赫山举行过一个画展 在这边出现李熊财的真迹 应该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呢 他这张画的虚实 前后的对比关系 还是画的挺好的 我看这个古像 那个画 力度也没有 那个李熊财大师 那个那个力度 李熊财是这个当代广东 非常有名的画家 林南四驾之一 观山越 早上昂昂 杨山生 那么李熊财 在林南四驾里边 他的画是最有气派的 那么现在呢 来看这张画 跟他这个后来 80年代以后呢 很成熟的画风呢 是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张画上的 那个一块石头啊 画的比较干净力 主要是用 非常粗的线条来勾 他有点像潘天兽的 那么画的松手 倒是有点像 他后来的味道 现在他的油年款 1972年 风格也没有成熟 操作出一个银柯松 他一定是 一个大的宾馆 请他去画的 他呢是到黄山 去看了银柯松 是对景写生的 应该说是 他在70年代的一件 写生的一件杰作 尤其是巨富的杰作 这是2009年 我老公在澳门 去旅行的时候买的 10万块钱 10万 如果按照 他这个漆漆的造型 上面呢 画的纹色 贴的银片 应该是战过后期 到西汉的 陪嫁时候的那种脸 这个漆漆呢 据我们看呢 这个不正 是近现代的房品 市场上比较多 里边还有七个小盒子 像这路漆漆啊 经过2000多年 绝大部分 没有这么完成 这样是出土的话 真的话得脱水 脱完水以后 没有保存这么好的 都一般有点缩了 如果是木胎 猪胎 早就氧化了 碳化了 变形了 上面的这个苗筋呢 2000多年前 都是自然井 真井 把它模细了以后 描上去 那么你这个金的颜色 不是真井 包括里边的红色 红的应该注砂了 那么这个颜色 显然不是注砂颜色 你画这个十万块钱的 实在是学费交了太多 湖北京州的仿这东西 已经仿了二十多年了 谢谢 这里是寻宝 走进色山 请选择 我在香港 那个艺术品市场 看见了我现在是 青龙角 我花了七十万港币 是哪个年代的呢 当时我估计 可能至少是下商周 下商周的 现场有60%的藏友 不太看好 您这七十万港币 从香港买回来的 是假的吧 因为那个就是说 青铜器 因为这个太名贵了 在民间的可能性 不是特别大 他怀疑您的经济实力 七十万 多年的积蓄 买了这个杯 后来也觉得 心里面有点矛盾 到底值不值 这个七十万 也比较忐忑 现在的工艺本 做哪个化工品 做成这样的 用化学品啊 我觉得这个杯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 它的秀呢 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比较均匀 比较看起来 比较自然 不像是后期 加工上就这样的 谢谢 青铜器啊 在夏商周时期 叫金 过去呢 一般管的青铜叫 吉金 古代书上所说的金 就是铜 实际就是青铜 因为当时呢 这个铜的 冶炼技术 比较低 所以呢 非常难得 所以呢 就管的叫金 它呢 过去在古代呢 是只给皇帝 或者是达光贵人 非常高贵的人 才能使用 一般的老百姓 使用的是木头的 或者是陶的 青铜的呢 档次最高的 叫锂气 锂气里边 最重要的 就是酒气 今天我们建的 这只脚 就是酒气里边的 之一 酒气里边 最多的 大家知道的 就是瘸 瘸的量很大 这种呢 两头带尖的 这个脚的数量 非常少 今天呢 我建的这个脚呢 是我建到脚中间呢 最大的一只 从这个脚看呢 它应该是 商晚期 青铜器制作 最高的水平时候出现的 这个时期呢 是收藏价位最好的 只不过呢 这件东西呢 就是锈 略微的大了一点 还是非常精美的 也是呢 非常难得的 其实70万买的 对对对 现在来讲呢 我觉得呢 两倍是没有问题的 这件法郎彩的 贯儿小瓶 你知道 如果是真的话 在国际上的 国内的拍卖 都在大几千万 非常稀有的 因为什么呢 它是宫廷的 如意馆的画师 来专门绘画的 瓷胎呢 是经景德镇 玉瑶厂 特别烧制的 皇帝晚赏的 不是民间老百姓 和大臣们 所能得到的 非常的稀有 珍贵 所以说 一谈到法郎彩 大家就想的是新的 假的 那么你这个东西 是不是新的呢 它不是新的 但是你也不要太高兴 它不是乾隆的 那是什么时候呢 从这个胚胎来看 还有点手头 有点重量 主要你这个彩呢 它是继承了 乾隆的传统那种色料 和它色结 这个绘画的西洋的 富如侍女呢 也是根据西方的 油画的画法 画的 画的也是很精细的 这应该是 民国时期的高防品 外的拍卖当中 它的价值一般在几十万 谢谢段佳 谢谢段佳 掌声祝贺 我们台下的四点藏品 他们分别是 一号 乾隆青花赏评 藏有麦绍芬 二号 商代青铜角 藏有戴陪芬 三号 辽金玛瑙手镯 藏有刘燕熙 四号 黎兄财的 银克松 藏有黎晓峰 我们在请我们现场藏友 头上慎重的一票之前 我们再一次 有请我们四位专家 依次为我们就这四件 候选的宝贝 一一点评 我所推荐的是 乾隆 青花赏评 它的气形 端庄 规整 摊又精良 青花的绘画 深沉 而又明快 清新 而且绘画 非常的规整 无疑的 它是乾隆的 官窑青花的一件 代表之作 今天我推荐的是这只 商晚期的青铜鱼 第一 它的年代最悠久 将近有三千多年 它的工艺是最早的 它保存状况是最好的 它是最具生殖空间的艺术品 我推荐 我推荐 聊带 经常拿脑 手座一对 这对手座 玲珑贴透 它的材质 精良 而且包金 体现了一千年前 北方少数民族的 那个文化和审美 尽管小 在我们国内 在国大不管 都是绝无仅有的精品 最后的这件绘画呢 它的作者当代的著名画家 李兄才 那么这张画呢 这个是画的那个银克松 师父自大 是很少见的 其实非常的雄味 非常有它的自己的个性 也是它的那个艺术成长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 我支持一号 气型也挺大的 所以在产品来说 它是很少见的 我支持四号 因为李兄家是广东的画家嘛 代表了广东的特色 第二个呢 它是画幅巨大 这种画很少见的 它的真实空间肯定会很巨大的 我支持二号阿伯 他这个是历史最悠久的 是有三千年 我支持三号长笔 因为人量物品也很亮 产品也很亮 请现场的赫山藏友 拿起你手中的投票器 四件难得的宝贝 哪一件能笑到最后 能代表赫山 请投票 祝贺四号长笔 李兄才一新客树 成为我们群报走进客栅的 最具历史文化价值奖的产品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共客栅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叶勇雄先生颁奖 李兄才是当代岭南世家之一 以山水 苍松 著称于世 这幅银客松 笔墨沉稳雄建 气势辉宏 是其平生少见的 红篇巨作 见证了赫山市 武艺文化的全城 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最谢谢赫山的藏友 看我们下一站去哪里 再见 战国时期 有没有用玉制成的镜子 藏友 正在从欧洲逃回了国宝 一位90后 自称拿来的是 价值超百万元的名家巨作 引来众多猜测 那我敢肯定 这幅画是假的 用齐白石的话 换来的这个普通大碗 真是乾隆官瑶瓷器吗 请收看 寻宝 走近南京江陵